大家好,我是蝶丹 吴建豪21日已经爆出在去年与新加坡的富商千金 石真善签字离婚 而且女方没有要求要赡养费 女方对此坦诚确实已经离婚 对于细节是不愿意多谈 一言吴建豪和新加坡富商千金 石真善结婚五年期间 多次的爆出离婚传闻 2月21日有消息指 二人已经在去年12月底签字离婚 女方表示确实已经离婚 而吴建豪所属的环球音乐就回应指 婚姻是二人之间的事 请大家给予他们空间 2013年11月 当时35岁的吴建豪 迎娶比自己年轻4岁的新加坡 中旅游百亿千金石真善 但好景不长 第二年就传出二人展开骂战的消息 在2018年中旬 吴建豪被指 率先向石真善寄出两封离婚协议书 提出离婚的理由 包括没有共同生活超过三年 太太不支持其事业 兴趣不同等等 有指石真善虽然同意离婚 但不接受男方提出离婚的理由 反寄出另一封离婚协议书 并隶属吴建豪五宗罪 包括特殊集日不回家 跟不少女性关系暧昧 自掏机票陪吴建豪工作 吵架不认错 在媒体面前公然撒谎等等 一人梁永祺21号晚上 在香港出席了贺岁片 恭喜八婆的庆功宴 除了梁永祺之外 梁永祺的西班牙老公 在这一次的影片中 罕见的出镜客串 令现场的观众是大喊惊喜 因为当天彭浩翔就说 戏里面有一个男神的角色 然后就想说 可不可以邀请我先生来演 然后他觉得 他来演我的男神 我会非常的有说服力 然后他自己已经不能演了 他已经抢了 我前男友的那个角色来演了 所以他一人不能分尸两脚 就没有办法再演我的男神 但是我老公觉得 如果帮帮忙也不是太难度太高的话 他就愿意帮忙 那既然老公都出演了 什么时候轮到即将满四岁的爱女 Sophia呀 不不不不要不要 因为小孩子并不是 想象中那么容易控制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 还是好读书吧 另外早前看到梁永祺 带着老公和女儿 一起出席母校的盆菜宴 事后梁永祺也在社交账号中 分享照片 表示很开心让女儿 看看自己的母校 看来当天一家三口玩得非常开心 最近有网友晒出了一组天王 扫方圆和网红姐妹们的聚会合影 照片当中四个人挨着排排坐 用同样的表情向镜头看 不少网友表示 这是大型的撞脸现场 像四包胎 怀有第二胎 六个月的承扫方圆 去到哪里都有爱她的老公过父城 贴心照顾 不过虽然在怀孕期间 除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之外 方圆也会找朋友聚会姐妹 今日有网友晒出一组方圆和网红闺蜜聚会的照片 做了人气的她 向几位姐妹大发红包 从几个好姐妹的合照来看 虽然做着的方圆看不到她的巨度 但是身材似乎依然非常的苗条 之前有传她怀孕五个月时 体重只有九十斤 看来现在也没有改善多少嘛 不过在照片爆出后 有网友就笑称 从里面居然找出了Andra Baby 也有人表示 四人好像四包胎 完全认不出谁打谁 不知道这名网友是真的夸四人眼知相像 还是在采手机的PS技术不够到位呀 但也有网友大赞方圆贵气十足 在几个漂亮的好姐妹中间 还是非常的出众跟美丽 娱乐新鲜送八卦提早知 我是主持人蝶丹 三人组和草莽 2月22日晚上现身在了香港湾仔 参加慈善音乐会 由于红管的当期南约 表示今明两年都不会在 红管办演唱会 同时他们也预祝 华仔能够早日拿到红管的当期 目前仍然在各地有巡演计划的曹猛 表示下一站巡演在澳门 但如果说再要上红管的话 今年跟明年都不会再有 不过也是呀 红管的当期那么难申请 就连刘德华申请也被拒绝呢 不过华仔不放弃继续申请 大家应该都不会反对华仔 早点拿到红管的当期吧 我觉得他很厉害 因为无论是有多困难 他都可以冲破 我也希望华仔早一点拿到那个企业 然后因为我有一堆朋友了 那个票还在我那边 他们也坚持希望可以看到 华仔的那个演唱会 曹猛果然是圈内的人脉王呀 就连刘德华演唱会的票都帮人家大量的买 如果是轮到曹猛自己的演唱会 你们得帮朋友带多少票呀 动灵女神周慧敏22号晚上在香港中环出席的新晋摄影师江济峰的摄影展 他上个月与老公倪正庆祝结婚十周年 情人节两个人还护送了卡片 周慧敏表示重要的日子 能够在对方身旁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动灵女神周慧敏2月22日晚在香港中环出席新晋摄影师江济峰的摄影展 看到周慧敏在微博中发表了一张和古剧机的旧照 帮老友宣传香港演唱会 看到画面中的两人真是勾起了不少网友的回忆 因为其实那个合照就是我跟古剧机第一次两个人同台表演的第一张的合照来 我相信他有一段时间都忘记了 我还是非常记得那个照片 此外情人节刚刚没过去多久 话说在那个特殊的日子里 老公倪正有没有送什么特别的礼物呀 小卡片 因为其实认识了那么多年一起 都什么礼物都已经收过了 所以就是在重要的日子能够在对方身旁 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娱乐新鲜送八卦提早知 大家好我是倩文 好莱坞知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监制的新作 《阿丽塔战斗天使》22号正式登陆内地电影院 并且成功几下稳坐贺岁党票房王者的流浪地球 登上内地单日票房冠军 比在北美上映第一天的票房多了两倍以上 截至24日凌晨 《阿丽塔战斗天使》在内地的票房已经接近3.5亿人民币 吸睛能力惊人 正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 《阿丽塔战斗天使》在北美的表现未如理想 早前有外媒分析 以电影1.8亿美金的制作成本 中国市场最少要收15亿人民币票房才能收回成本 看到现在这个成绩回本可谓指日可待 电影公司也应该可以松一口气了 而且电影除了在香港获得贺岁党冠军 在内地上映也普遍获得很好的口碑 看来后续的势头还相当的好 连新女郎徐娇都忍不住透过社交账号 PO了一条自己COS Alita的视频 徐娇用红色的颜料在脸颊上画上战斗印记 她白白的皮肤和一双特大的眼睛跟Alita还真的有点像 不过把眼睛长时间睁得那么大 徐娇你累不累呀 出演过法医秦明和遇见王立川等剧集的女性 焦俊燕最近登上了网络热搜 因为她居然在完全素颜之下跟爸爸拍摄综艺节目 焦俊燕的颜值可能并没有那么出众 不过她却做到了一件 也许所有女性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因此受到了网友一致的力捧 相比起同班同学杨幂和袁珊珊 焦俊燕的颜值可能并没有那么出众 不过她却做到了一件 也许所有女性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因此受到网友的一致力捧 对于敢已完全素颜示人 焦俊燕笑颜是因为抠门 表示选择素颜上镜的原因 是因为现在化妆师都挺贵的 然后又觉得我要自己化妆还不如不化 所以就选择了这么一个经济实惠的方式 看来这一次的决定非但省了钱 人气还暴涨 以后的偏约跟各种的经济效益 肯定会追着她一段时间 因为节目播出而意外成为焦点 焦俊燕笑颜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被纸和杀意有几份神似的爸爸却不一样了 焦俊燕表示 爸妈现在开始在家里跟自己谈起了表演 爸爸有些膨胀 现在会在她的朋友圈发广告 要大家来看节目 然后妈妈说 培养了自己这么些年 后面就该培养爸爸了 歌手陈柏宇最近为新专辑举行签名会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 陈柏宇带着老婆福小薇 以及五个月大的女儿一起回加拿大探亲 并且顺道去美国旅游 她表示回来之后发现自己足足胖了七磅 看来得好好减肥了 歌手陈柏宇2月23日 为新专辑Presents 在香港太子某唱片店举行签名会 吸引一众铁杆粉丝捧场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 陈柏宇带着老婆福小薇 以及五个月大的女儿一起回加拿大探亲 并且顺道去了美国旅游 不足道这一次的远行 陈柏宇有没有什么收获呢 我们这一次去加拿大 是因为第一次带她外出 然后希望可以有一个不同的经验 另外陈柏宇此次旅行一共15天 她表示回来之后 发现自己足足胖了七磅 主要胖在肚子上 计划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减肥 好了以上就是娱乐gogo的全部内容